丢出了一套口腔保健操 就是每天早上在室外进行夸张的口型练习 口腔那个方法就是几个字吧 咳 这是一个 我自己加上呢 呼完了我再咬几次牙 这样呢这个口水就增多了 口水增多了 因为人这个兔嘛这个作用很大的 呼 呼 呼啊这对胃有好处 哦这对牙齿有好处 您要是觉得严大爷只有在健身方面有轴劲的话 那您就错了 你看见这沙发上摆着的这四把琵琶了吗 这都是严大爷自己亲手做的 那严大爷为什么对琵琶犯了轴劲呢 那个二年孩子就学琵琶 哎呀这好事 我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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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个这个任务单位下来 就练了一段时间我看 这个琵琶我也能过 因为我特别喜欢棉月 我这个就是好奇 什么东西我都想想想想想想找到它规定 言解言诚 远代于现在 不经经乱就于做琵琶 又开始对谈琵琶感兴趣的 最爱谈的曲子就是春江花月夜 与其说咱们这位严老爷子 轴啊不如说他非常的执着 你看自己执着于创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健身方法 而且非常的管用 把自己多年的晚级也治好了 而且呢还非常执着于这个做琵琶 一下做了七把琵琶啊 不仅自己用还送给了身边的朋友 其实也是把这样的一种乐散播给了身边的人 对 当然老人除了有一个精神寄托之外呢 这锻炼身体也很重要啊 我原来我爱人他爷爷 老头活到99岁半 高瘦啊 年轻的时候锻炼身体 锻炼什么 踢件 是踢件的 这是他们我爱人他们家传 踢件的 他到88岁的那年 80多岁不踢了 一脚都不踢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踢了 你不懂 我因为活到88步 是因为他受到好处了 如果我今天再踢 因为我踢的时候感觉我不利落了 我感觉我年岁大了 已经不利落了 我再接着踢我就要受伤了 有 千万不要学 我建议观众啊不要学啊 对 说有的那老是攀杠的 上去肉肉肉肉 拐多少车 我怕成 您不成 您像几刷给您揉出去了 把甘纯就完了 对 所以这个老人锻炼真的是适度特别关键啊 据我所知啊 这听相就是一种特好的健身方法 因为这听相您得笑 现在人家科学家研究出来了 说你每大笑十分钟啊 就相当于你在这个跑步机上跑了一个小时 消耗了200到300卡路里的热量 这是现在的一种说法 过去还有一种说法 叫做笑一笑十年少 所以说您现在要想减肥 要想苗条 要想年轻 您就得多听瞎 听谁的瞎人 听刘老师的瞎人 听我的瞎人 如果您有心脏病的 就是您笑 您自个儿可也得控制步了 嗯 想当年是八十 谢谢大家